好可怜啊 好想将宝宝从秦玉坊那里抢过来 祖母说的没错 娘亲果然是爱着父亲 一提起要嫁人 就立刻偷看父亲的反应 这就是爱啊 还有父亲 一提娘亲要嫁人 脸色就突然变得那么难看 这不就是在乎娘亲 不想她嫁人吗 既然如此 那接下来 我就要很努力地撮合他们俩在一起了 你要是真想惩罚她 我有办法让她吃尽苦头 又不会被折腾得一下子去见了眼望 需要帮忙吗 其实我知道 她若是真的有坏心 当时看出我身上的功德监光后 她分明可以装作什么也看不到 然后等我离开风家村 她就可以将此事秘密汇报给京城衙门的人 我也知道 她故意将风家村下雨一势往我身上推 无非就是一个想光复七皇朝的人 藏着的私心罢了 她就是想用这种方式 逼得我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不得不站出来 与紫辰帝分庭抗礼 我非常讨厌这种不跟我商量 就替我决定了我的命运 还默默逼我的行为 哪怕她没有恶意 哪怕她觉得她是为我好 我也一样恶心 所以啊 对于这样一个没有歹意 却恶心到我的老人 大行伺候 显得我残暴无情 可一点都不惩罚她的话 我又心不甘 意难平 所以才让狼王吓她一下 让她长个记性 你堂堂王爷来我郡主府 怎么也不提前送一张拜帖来 对于她继续继续